再来看这个 怎么样在影片里面加入题目 老师觉得 影片里面要加几题比较好 其实他没有限制你的题目数量 但是你加超过三题同学就会跟你讲 老师我想专心看影片 所以一般我也不会出太多题 就是给他一两题试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里编辑的环境 因为出题还是要回到这边 那我们就找一段 这个比较长一点 14分的 我就按一下右后方的这个 编辑 当然你也可以一加进来就马上出题 那我们就从这里按下去 OK 来 这里老师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题目 题目你可以打开 目前没有任何的题目是新增 好 在这里 那他可以支援两种 除了单选跟复选 这算同一种类型 然后呢还有就是问答题 因为有些没有选项嘛 我只是要问同学 比如说你对这个有什么意见 类似或者想法 之类的 那我们先来试看看 比如说我们 的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 我有一个题目 然后你看 题目出现的时间可不可以自己指定 当然可以 比如说我可以这样拖曳也可以直接10分秒 直接来 比如说我在3分30秒 想要出现第1题 那你的选项 比如说这个 那你可以再增加第2个 第3个 好 但是重点来了 单选或复选 由后面来决定 由后面决定 好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 比如说我只有一个 那我就介绍这样 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勾了两个 他就变成复选 就很单纯 好像这样子 我题目 设好了 假设我只有一个 好吧 存档 OK 但是 好了之后各位老师不要忘记了 是下面要储存起来 表示变更 OK 再来 不要忘记按发布 因为这个已经改变了跟刚刚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把它做一个发布的动作 好 那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启课程首页再继续看一下 对 发布完了之后他上面不是就可以打开课程首页吗 如果刚刚你的页面还在的你只要重新整理一下就好 你可以在这边像我在这里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OK 那我刚刚用的是这个 这边这个 所以我现在就进来 刚刚我的时间是在3分30秒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呢就播放 简报的第5页的部分 来看看老师 28秒 绝对会比我们一般没有 有没有跳出题目来 对不对 老师哪有那么麻烦 然后这边看 我现在讲到哪里了 就直接 跳出来 那这里呢 如果答错了 怎么办 反正这可以跳同学上来打 对不对 然后确定 他就跟你讲答错了 因为你有设定 正确你答答案了 那如果答对了 他会告诉你 恭喜答对 可是呢 你要继续下去要怎么下去 老师可以在旁边空白的地方按一下就可以继续下去了 那影片就会继续播 可是在这里啦 他没有一个机制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答错了 他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也可以 就是他不想答这一题 或者老师你不想要 答这一题 你也可以按旁边空白地方他就会略过 他目前并没有强迫你就是一定要回答 好所以你看我点到旁边 广角 没有广角大概就是六 所以老师不用那么麻烦说同学打完了我们要再按一下播放 影片就可以继续播放下去 好所以我们刚刚看了这种 这个是 选择题 对不对 单选或复选 那相对的 如果你是 你想要增加的 我可以再增加另外一题 增加题目 如果你没有任何选项 那就是问答题 没有任何选项的 好 你看我没有任何选项我只要指定我的时间 好在五分钟好了 存 这样子 好那 你出了哪些题目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目前他题目是没有汇入的功能 所以还是要一题一题出 但是呢老师做过一次之后 就永远不用再做了 就做这么一次 好 所以你看我现在到 跳到五分钟的来看一下 好让他跳到五分钟 是三度 左右 像我一般Nordbook的大部分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好 体验的时候你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更 更好一点的 好 这是第1个 好有没有跳出来 对不对 那因为我没有选项 所以就很单纯 就只是问题目而已 那一样的 这个也没有所谓的确定不确 就是 答对答错的问题 你只要点一下旁边 可能可以 影片就可以继续再播下去 所以老师可以发现我们透过OneNote 有没有解决老师在 准备这种影音教材的时候 很多的之前 刚提到的痛点 因为你基本上都是一个网址就解决了 只有在出题这一块你需要 花点时间 去把这个怎样 那这个跟老师平常背课这样比起来 应该是相对简单的做 OK